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看到这个在中东的部分 英国卫报跟这个组织合作调查说 以色列现在呢 他们要把驻加萨记者 视为合法打击目标 记者 过去打到记者都会说是不小心的 现在记者视为合法打击目标 也是因为偏袒这个哈马斯 然后另一头 这个美国特使上周出访中东的时候 讲一段话很有趣 他虽然是想要警告这个真主党 但这个话呢看起来很弱 他说呢因为你如果持续攻击 惹火了以色列宣布开战的话 我华府恐怕没有能力叫停 表面上是威胁 但事实上感觉上曝露了自己的弱点 大实话 摄杨军 我想这个 旅特他当北约的话 我觉得这个人手腕比较灵活 比较灵活 比较灵活 他对俄罗斯也很了解 对北约也了解 这个是个好现象 就怕那个冯德赖恩 冯德赖恩以前想要争取 德国第一个跳就来反对 怎么我也开始 所以这个问题 人很重要 碰了一个不对盘的 是摆不平 对啊 好来那个张军接一下 对我来讲 因为这个 我们讲到了这个新的 这旅特 他是河南的 他上来了当这个北约的秘书长 但是问题是 北约的这个整个主导权 都是在美国手上 他所能够施展的是有限 他当然他可以调和顶岚 左右逢源调和顶岚 然后对美国的这个影响力 能够稍微增加一点 最后拍板定案的决定权 还是在美国手上 北约我们看整个北约的结构 北约结构除了这个在欧洲之外 就是其他两个国家 一个是加拿大 一个是美国 整个的这个北约 美国的驻军在波南 在德国 在意大利什么那么多 所以原则上 由美国说的话算 那这个我们讲旅特 他变成半个橡皮图章 半个橡皮图章 所以他没有什么踩刹车 或是踩油门的权利 而且我们可以知道 因为旅特他是河南 他不是大国 如果他是今天是德国出身的 或者是法国派出来的 或者是甚至意大利 勉强也算好了 意大利派出来的 那那他的讲话 可能影响 他的分量是够的 你河南 但河南是第一个给乌克兰F16的 对 话是没错 但是美国给他条件嘛 你丹麦也好 河南也好 比利是要提供给 这个乌克兰F16 这是二手的 布拉克两栋 旧的 到布拉克五栋 这是旧的 我给你新的 是这个样子嘛 是有条件的嘛 那当然先给 给旧 然后可以拿到新的 那我当然愿意 对不对 给这个布拉克七零的 那是更新的F16 是这个样子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是有交换条件 是这个样子 那今天旅特今天担任了这个我们讲到的北大西洋公约组司的这个秘书长 那当然到最后面真正的后面的赢武者 后面的决策者 美国跑不掉 他的个人人格特质 虽然是不黏锅 这个很擅长周旋 但是他还是 听听美国的 这个大事嘛 这个霸权还是最重要 一定要听美国的意见 是这样 一定要听美国的 看美国的看法 还到最后面 还是以美国为马首四瞻 毕竟河南的分量还是小 是 他没有什么组件 埃斯摩尔就是被逼得 不卖中国大陆金片 那个 第二个 河南把F16给人家 河南原来根本 乌克兰战争跟他没什么太大关系 所以这个角色只能 扮演一个中间协调的 这个北大西洋工业组织 完全是军事 军事上就是美国控制 根本这些小国家 没有这个角色 好 中东的部分 我就有一个东西很有趣 我问一下介大使 我刚刚讲就是中东的东 中东部分大家也觉得 也会有个扩散效应 因为以色列真的不是 一般的国家 神一般的存在 那这个东西很有趣 就是最近有一个 古埃及文明大展 7月18号在上海博物馆 这个开幕 那7月19号向公众开放 结果不得了 6月16号的清晨 这个埃及古文物 这个包机抵达 上海进行开箱的时候 哇 已经这个 已经是这个网上 已经传翻了 总共788件的一个宝物 大的重达三顿 小的几厘米而已 这个是宝贵的不得了 那当然对于上海来讲 这个民众有福了 这是一场这个文化的 一个这个大展 但是另外一种说法是什么 说埃及在避险 埃及在避险 是吗 因为为了担心战争 把这个宝贝送到中国 来一下 是吗 其实埃及的这个 这个5000年的文明 它有一个帝王谷 那个帝王谷到现在 它那个历代的 这个法老王 还有这个贵族的墓 它还没开完 每次进去还挖掘到 新的这个木乃伊 然后还有开关的 还有很多这些 埃及历史上的 著名的这个帝王 还继续在发掘当中 这个我看600多件 看起来是很大 是很多 还没大英博物馆做 对 你今天你在欧洲的博物馆 尤其大英博物馆 你继续去看 那这个多的 这个木乃伊 用这样一个一个架子架起来 走廊上都摆着 就是说它在外面流出去的 在过去几百年 尤其被欧洲统治的时候 英国 法国 那些埃及的古物 那多的真的是 那真的多的博物馆 都找不到地方放 所以600多件 不是什么多 它历史太长 历史太长 你知道现在在这个 埃及的文物 全世界都有 我跟你讲 在法国这个巴黎 有个叫协和广场 协和广场最重要 它有一个 房间碑 有一个房间碑 那个就是 那是从埃及 拿回来的战利品 那是埃及历史上 著名的纪念碑 法国就给它拿到 现在法国的 巴黎的协和帐 就在那边 非常巨大 而且很奇怪 那个埃及的石头 很奇怪 5000年的石头 还非常的坚硬 上面的那个磕的 还是清清楚楚 那现在放在法国的协和广场 它还是好好的样子 还是很大一个 然后你去 你去这个 这个伊斯坦堡 伊斯坦堡过去是 东罗马帝国的首都 那么它有一条 很大的一条大道 里面还有很多纪念碑 也是埃及的 所以埃及的文物 被欧洲人掠夺了几百年 被很多墙落墙了 那事实上我有一个朋友 他早年去埃及 去看埃及的国家博物馆 时间到了 已经过了 他就到埃及 他就跟那个 他到了 他说哎呀那明天了吧 结果那个管理员说 你要看吗 你拿十块钱美金 我带你进去看 然后进去还帮门灯打开给你 给你看一看 那个就是说这个我觉得埃及 这个基本上它这个文物出界的话 七百八十八件 它一定有代价 不算多 不算多 就埃及在世界里面不算多 可是埃及的文物是非常值得看 对啦 那个木乃伊也好 石鸟也好 石像 都有震撼感 所以说才在上海引发这么大的轰动 当然其实这场展览 不需要再去蹭这个尾巴趁针 不会 但是还是有很多人 把它跟这个写起来 这样看起来 戏剧效果十足 太阳心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 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心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肺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 消化到机能各场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 保健功能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时 克肺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灵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 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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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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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